很尊敬我 好像是藝術家 藝術家 好 那接下來更精彩 專業藝術 我跟你介紹說 怎麼跟人家情感連結 看到這兩個字 有沒有人看得出來什麼字 我手上還有喔 詩鋼 詩什麼 詩什麼 不對喔 你這看不出來 詩喬 對啦 詩喬 我幫了一個朋友 她的女兒科的 她只告訴我三點 而且這個朋友在北京 她是我的知音 不是鐵粉 也是知音 因為為什麼 我的作品她都看得懂 她是IBM的工程師 她不是鑽歌界的 但是她對我的作品是寮若執掌 她跟我講說 我女兒科12歲 身材高挑 畫工筆畫 那我就給她做這件了 然後做好以後我就給她了 那她有個王 那因為單一個王 要配起來 但是這個重點 妳看 妳們發現了什麼 這樣 妳們發現了什麼 妳們會不會蒙點頭要講出來啊 很像 很像喔 我沒有吹牛 我沒有吹牛嘛 你看 是不是很像 精不精彩 掌聲一下 沒有 我也自己嚇一跳 然後她馬上發這張照片給我 她說你怎麼把那個印可以跟那個妳等 我連人都沒見過耶 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 哇 真的 好 再來 這個 是什麼 也是人家的印嗎 就是名字嗎 姓 各位 這什麼 這三個字 三個字 看有沒有人講得出來 看 看喔 我要把它送掉 因為我做這個很麻煩喔 三個字 不是 這裡有三點水 然後 這個字應該認了吧 這不是洞 人家都以為是洞啦 在這裡面 這是井 井呢 在講五文裡面 這一個點是一個井 然後旁邊這個四橫呢 是一個未來 所以演變到現在就是 一個四字畫 就是一個井 那這個是井 不是那個洞飯 不是日本人的洞飯 但是呢 這個名字是日本人的名字 各位 金什麼 不對 這不是日人 很像啦 但是筆畫不對 金之幾 不對 三秒 兩秒 一秒 好 金九幾 九 九 那為什麼我會課這方燕美 我怎麼會跟日本人有連結 因為我兒子小兒子啊 他以前到那個日本去做交換生 結果有一個技術家庭啊 對他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跟他投緣 就很好那也七十歲 結果他後來他現在又去留學 他學音樂 又去 他說爸爸那我要去 我要帶個什麼台灣禮物什麼 什麼 名產什麼 我說名產 那個日本人的好東西都比你們多 你帶一個印給他 我告訴你 日本人啊 很重視鑽科 他不管買房子 銀行開戶什麼什麼 全部都要印 而且他們的印是怎樣 都買那個電科的 或是手工科的 但是那很醜 結果呢 他沒想到說有人會送他這個 結果你知道他又是攝影師 結果呢 他有攝影專輯 以前都拿攝影專輯送人嘛 還好 然後後面一定會蓋章嘛 對不對 他落款還蓋章說 這我送給你 表示誠意嘛 結果呢 現在自從他有這方印 他都用我這方的 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章法怎樣 剛好這個名字 真是太美了 不是說每個名字 都不是說你的名字不好 不能刻 而是這個名字實在是太巧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章法布局 讓我覺得很好 那個 三點水我用這個簡單的弄 因為如果三點水 是不是你們剛剛看到木蘭園 是不是有一個水 中間一條嗎 兩點 四點 這裡三點我弄出來 我這樣切 這樣子 這樣子下來 這個地方是不是跟這個 切割很像 然後這裡分了三個 這裡是不是切割很像 就剛好對角呼應 對角呼應